YouTube影片的縮圖非常重要 特別是你需要上傳一個你精精設計好的縮圖 這樣才會讓更多觀眾去點擊觀看的影片 但是我還是發現有很多人在設計好縮圖之後 並不知道從哪裡上傳這個自訂的縮圖 今次影片我就告訴大家 有不同的方法去上傳自訂的縮圖 Hello大家好,歡迎換我朋友,我是Greyson 喜歡通過YouTube頻道在網上導致一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全權免費的 藉我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不接觸到最新的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瞄出來,也能夠找到很多金螞蟲工具 在這段階段上傳自訂的縮圖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首先來到YouTube首頁 然後點擊這個創建 選這個上傳影片 然後就可以拖錄一部影片 像我的影片就在上傳 然後可以在這裏下找到縮略圖選項 這裡可以上傳你的縮略圖 這裡大家要注意一下 影片的自訂的縮圖它是有大角限制的 例如這張圖片它是4.7NB 我可以嘗試上傳一下 這時候發現,YouTube會告訴你 這個文件大小超過2NB 誰就不能上傳 所以你要保證你的縮圖是2NB以下 例如再上傳一次 這個影片的縮圖是382KB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就成功上傳了YouTube影片的縮圖 這裡選擇更改 就可以更改你的縮圖 這裏我來介紹一下 你可以直接使用2Body去做出你的縮圖 在這裡會有個選項 我可以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選擇背景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影片裡面的畫面 你可以截取影片裡面的畫面 或者是可以讓你選擇實體的顏色 或者你可以選擇上傳一個圖片 例如說我選擇上傳這張圖片 然後選擇繼續 然後這裡可以讓你選擇加入文字 或者再加入圖片 加入圖形 加入表情 或者加入一些畫框 或者加入一些模板 這裡我選擇加入文字 這裡我就加入文字 然後選擇繼續 這裡就會讓我預覽我的縮圖 如果你完成了縮圖 就可以選擇這裡保存並且發佈 這也是一個非常快速的途徑 去做出YouTube影片的縮圖 大家可以通過我平衡區的鏈接 去下載2Body 去使用下這個功能 我知道有很大一部份人 喜歡在手機上面操作 所以接下來我就展示給大家 如果在手機上面 上傳自己的縮圖 首先需要打開YouTube App 然後點擊這個中間的假號 這裡我們可以上傳影片 最後就正在上傳一部YouTube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可以讓你創建的標題 加入一些描述欄 還是做出一些其他設置 我們可以同時找到 在左上角會有一個標誌 我們點擊一下 這就可以讓我們上傳的圖片 例如說我點擊這個圖片 我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調整好之後 我們選擇確定 在這裡我就上傳了我YouTube影片的縮圖 現在就學會了 邏輯上傳自己的縮圖 這樣就要了解 如果只有縮圖 可以去看這支芯片 如果你覺得這支芯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你一個讚 如果要了解 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歡迎你給我頻道 如果想要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能夠找到很多 芯片熊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